虎尾高中前 學生在斑馬線上飛奔 被迎面而來一台休旅車狠狠撞傷 男學生整個人往後彈飛 目擊者也嚇到驚呼 旁邊家長看到 立刻衝下車搗扶 但他跪在地上痛到爬不起來 我真的有人說是 我這樣感覺 星期五晚上六點多 于林虎尾高中門口 學生放學趕時間 通過路口沒再看 被休旅車撞傷 好在男學生只有手腳擦錯傷 鏡頭轉到南投水裡 轎車上男男女女放音樂超high 速度還很快 下一秒出事了 失控撞上對象貨車 對方的保險桿整個掉下來 車內四個人沒有受傷 還可以拍現實動態嬉笑 讓人搖頭 再見 同樣驚險的還有台中顧風 阿瑪騎機車後方回收骨 畫滿滿突然 袋子鬆脫 幾十個鐵呂罐 跟鐵呂散花一樣 滾到路面 還好後方騎士反應快 趕快煞車 才沒摔倒 便車禍下出一身冷憨 界中部綜合報導 和響